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环球追踪》 I'm Tracy 和大家看看星期一晚美股的表现 美股反复向下 市场忧虑联储局可能会尽早加息 并且观望今星期稍后 联储局主席耶伦发表的讲话 市场气氛是趋向审慎 道指曾经升过50点 亦都一度下跌20点 收市是报17492点 是轻微下跌8点 至于标蓬500指数 收报在2048点是下跌4点 纳斯特克综合指数 收报在4765点下跌3点 股份方面有报导指 苹果要求供应商生产下一代iPhone的规模 较之前预期为大 不见到苹果股价亦是升1.3% 而微软股价跌1.2% 另外 德国际约厂拜尔集团 提出以620亿美元 收购全球最大种子生产商 曼山都 曼山都股价急升4.4% 亦都大动标普原材料股的指数 升1.2% 至于港股美国与托证券的价格普遍下跌 汇控ADR教本港收市价 折合是下跌11港 报48.09被本港收市价偏远 中移动跌0.48% 中联通教本港收市价跌超过1% 中人秀跌近1% 中海由跌0.6% 接合港元报8.99% 中石化跌0.4% 接合港元报5.08% 中石由跌超过1% 接合港元报5.5% 欧洲故事方面 全线下跌 两敦富士100指数 收报在6136点 下跌19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下跌73点 收报在9842点 巴黎Cat指数下跌28点 收报在4325点 油价年跌4日 早前伊朗石油部长表示 稍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日产量 将会由200万桶增加到220万桶 市场再度忧虑 全球原油产量将会超出市场需求 纽约旗油曾经跌到47.4美元 收市部每桶48.08美元 是轻微上升33米先 是下跌33米先 跌幅是0.7% 而伦敦布兰特旗油 亦是一度跌穿48美元 低位见过47.500美元 收市是部每桶48.35美元 下跌37米先 跌幅0.8% 至于金价方面是持续偏远 联储局下个月加息的预期增强 拖低贵金属金的价格 纽约期金收部每盎司1,251.5美元 下跌1.4美元 跌幅0.1% 是接近一个月以来收市最低 看美元匯价 美元兑港元7.7667 美元兑日元最新是报109.28 美元兑日元下跌 因为日本连续第三个月 录得贸易顺差 另外美国兑日本 和日本兑汇率问题的看法分歧 美国表示反对日本干预汇市 令到日元回升 美元兑欧元回吐早前的升幅 最新是报1.1213 英镑方面最新是报1.4485 另外市场正是官网今周公布的 消费者信心指数 第一季经济增长等等数据 和联储局官员发表的言论 美元指数下跌0.1% 最新是报95.245 瑞士法郎0.9898 交元1.3147 欧元0.7214 劉西兰元最新是报0.6741 最后和大家跟进美国国库债券的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是1.84 30年期债券息率是2.63 外围的情况和大家看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鱼 谢谢Tracy 身边嘉宾请来Rafi和我们跟进外围的情况 Rafi早晨 早晨 先和各位家庭观众跟进一下港股的情况 看到恒指定价时段报19828点 升18点 升幅达到0.1% 先和Rafi说一说外围的情况 看到在美股方面 市场都等待联储局多个官员 在这个星期的发言可能会提示下一次加息的时间 抵消了油价下跌的影响 美股是甲慢反复增持 而欧股亦都下跌 有基金经理认为美股债可以平稳消化 联储局加息对市场的影响 短期美股的走势你又怎样看呢 当然美股来说 特别看到昨晚 其实初段都有个升势 其实一直以来 大半天的市场都是升的 直到到尾段 才是由升转回到跌 最终导致跌8点去收 整个势来说不算太差 当然向上的动力 似乎暂时还差一点 最喜欢大家看 这段时间都是观望着加息的消息 或者担心着六月份 是否如期会加今年第一次的息口 当然了 以昨天叫做最终牛升转跌的主因 其实不离国别官员 都出来说话 其实这个星期里很多官员说话 昨晚也有几个说话 譬如大家熟悉的 譬如聖路易司署行长布拉德 和三藩市署行长威廉斯等等 都出来商隔说话 说话 其实也是比较鹰派一点 一方面 布拉德说到美联储 他说连接近资产负债表的时间很远 更多因素是支持慢慢加息 而你说刚才提到的 譬如威廉斯 三藩市署行长来计算 亦都说到预期分今年 或者会加息两至三次 也都取决数据了 变相两者的说法都比较偏鹰的时候 又令到整个市场对加息看法 又多了一点 从而市场昨晚有些轻微倒跌去收 但是我自己这么说 当然这个星期另一个重流 你们看了刚才 譬如Trace也有说的 就是星期尾耶伦的讲话 因为耶伦 讲真句 始终都是处港行长 最有份量或最有代表性的言论 所以要看一看他究竟如何预估 来美国加息的情况 所以暂时大家观望身体重一点 所以你看到昨晚 虽然因为个别鹰派言量 又怕加息也好 没有说跌得太急 但以我自己这样看 其实现在大家都所谓 六月份究竟加不加息 但其实开始近期的消息说到 其实反而七月份 讲的加息的机会性可能更多 因为现在大家常说六月份 因为讲真句 很多时美联署做任何加息减息举动 或任何政策举动 是会等待那次议息 有些新闻发布会才会做 而美联署的议息会议 如果会后会举行发布会 其实是每一个季度的议息会议 之后才会做 所以你未来季度上去看 就是六月份这次议息 之后就会有发布会 所以大家才开始这样估议 可能六月份会宣布加息各样东西 但为什么我自己觉得 会有较大机会 可能在七月份的机会性会高一点 一方面其实你见到这一刻 整个利率市场起估都是这样看的 六月份的加息机率 慢慢升下升下 到大概三成左右 但七月份的机率超过五成 所以变成七月份的机会性是比较高一点 甚至乎以七月份来说 虽然到时真的这样 七月份才加 是比较意外 是没有任何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都做事 但为什么我自己觉得 这个机会性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始终七月份才移动 的话 多些东西可以看到 一方面你说 现在的宣传近期 美国出的数据好像不错 但第二季的经济表现 是不是真的这么理想 很难说 如果回到六月十五、六月中 那次意识已经加的时候 未必拿到太多第二季的数据 即是掌握性有限 但反而七月份加 多一点的时间 去拿多数据做一个参考 而来始终六月中后段 特别是外围 除了美国之外 其实英国都有公投的结果 所以六月中如果美国已经加息 而到时六月底 英国公投结果是有什么 令市场很波动的时候 有些所说可能回不了 所以有机会 反而看完公投结果之后 七月份才做到部署 所以以我自己看 虽然近期 市场开始 因为国别加息因素 偶爾反覆化 但我觉得最终要加条件 或机会性来说 七月份比较高一点 所以慢慢来计 只要美国这一阵 不是跌得太急 我相信暂时走势来 不算太负面 谢谢Rafi非常详尽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开市感浪的环节